Hello,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要来到了我们的DIY创意与灵感 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是要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带来一个非常非常棒的 小朋友呢也会非常喜欢的给我们的魔笔游戏或者是魔笔游戏的玩偶 去做一个他最喜欢的一个看电影的场景 对啦,我们就是要做成一个电影院,是不是非常的酷 小朋友在玩我们的魔笔游戏小玩偶的时候呢 就会给他营造一个特别棒的这种的个人的独立的电影院的这么一个气氛 也是特别特别的好玩,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呢 那么我们就先来先来看一看吧 前面我们的这个小的座子是用我们的丝绒粘土做出来的 然后画框的话呢,还有都是用我们这种大的箱子去给他做出来的 这个的箱子的话呢,是基本上是非常非常的大 呃,在这下面的话呢,也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个这个大小 可以供大家选择 好了,那我们大概就是要给他剪裁出这么多哦 我们是要从旁边呢,再给他进行一个剪裁 把他直到剪裁出来我们喜欢的想要的一个大小和一个位置 这样的话呢,可以把它放到两边 还有它的这个底部,呃,我们还需要的用到就是它的一个胶水喷胶 还有它的这个,呃,这个一个羊粘毛的这样的一个软布 大概是一个红地台的一个软布 会把它铺在它的里面 这样就可以显得这个电影院非常非常的舒适 那我们用的就是胶水把它固定一下 当然啦,我们的电影院也要再给它多放上一些它的这个小小的亮片 给它进行一个装饰 现在呢,是要再给它再做一些装饰 这边还有我们的第二个 然后也是在上面呢,去给它贴了上来 总共的话呢,我会在这边给它放上,呃,16个小的座位 然后分成四行,每一行呢,是四个 我们可以这样直接把它放过来 就可以把它的小凳子呢,是去给它做出来 非常非常的舒适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把它按照它的这个坐下来的地方 稍微的给它进行一个修整 然后我们的四周粘土呢,它自己会给它进行一个定型 这边呢,我是给它做成了一个大人的这个形状 那我们这样第一个就已经是做好咯 我现在要继续给它做15个 可以用到不同的颜色 我们这边还可以用到各种各样不同的一个这个小小的质体 做出来的时候的话,非常非常的可爱 可以看到 这边呢,我还给它准备了一个我们的play mice 可以在前面呢,直接把它的这个台子给它撑起来 只需要用到这个水就可以把它们完全的,非常棒的粘合在一起 在前面呢,只要把它全部的连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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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把我们的手机啊,平板啊,就可以给它放上去了哦 那么我们的模拟游戏的小玩偶就能真正的去 在我们的电影院当中看各种各样的小电影啦 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棒 那最好呢,我们在之前的时候 如果你要粘你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个屏幕 你最好呢,是要去试一下它的胶带是不是在扯下来的时候 不会留任何的一个痕迹 最好是要买那种不留痕迹的一个胶带 嗯,这样的话呢,对于我们的平板和电子设备 它也会有一个更加好的一个保护的作用 要不然的话呢,它之后会留下太多的这个胶带的痕迹 就是不是特别的好用了 而且在美观上来说也不是特别的好看 好啦,那在它这个home键呢 我们最好是不要贴它 只要贴在它的旁边就可以了 或者你可以记到它的这个home键是在什么地方 然后呢,去给它把它的位置做个标记 或者留出来也可以 好了,那我们整个的就已经差不多做好啦 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喜欢呢 老样子,如果喜欢的话呢 不要忘了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向上的赞 或者是可以直接在视频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频道是每天每周都会定天推出新的视频 如果有订阅的话,就能够直接收贯到最新推出的视频啦 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拜拜